房车自立主世界老胡带你观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泽西州议会大厦 州议会大厦是全美各州议会大厦中历史一二古老的 仅次于马里兰州 这个议会大厦是建于1792年 州人口800多万 全美第九名 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38人 全美第一名 面积2.2万平方公里 全美第47名 俗福所在地是特伦顿市 市人口8万多 面积21平方公里 这个州议会大厦正在维修 而且不能单独进去参观 要组团打电话预约 我的预约时间要等到11点钟 州议会大厦对面 是二战纪念塔 这是州议会大厦的侧面 正在施工 我们参观大厦 要从另外一栋楼 特面进去 是免费参观的 我刚进去看了一下 要安检 现在已经进入议会大厅 是免费参观的 是免费参观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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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阻力 是免费参观大厦 的图案 稍费参观大厦 应费参观大厦 种压力 属参观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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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来 它的燈费参观大厦 最终的 被称观焦参观大厦 这个是参议院 医长是四年一换 众议院是两年一换 现在用塑料不盖 就是因为刷漆 今天参观新泽习一会大厦 是组团 大部分议会大厦都是有选择 个人参观或者集体参观 集体参观英语好的话 有时间可以听得很好 当时自己参观随便的 哪里都可以去 集体参观就受限制 现在西州议会大厦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